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 我是李敖 在民进党的陈水扁做所谓中华民国总统的这四年来 他的所作所为有没有一个根本的特色 我告诉各位 他有一个根本的特色 就是他比李登辉还李登辉 他在走李登辉的路线 他走到哪里去了 他走到了死巷子里面去了 李登辉时代还有用了一些国民党的技术官僚 作为经济方面的人才 陈水扁他是个好的国会议员 立法委员 可是他不是一个好的行政工作者 所以他做台北市市长的时候搞得一塌糊涂 现在又做了所谓中华民国总统 又搞得天怒人怨 那么陈水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他就是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台湾整天有人自杀 经济拼命下滑 搞不下去的时候 陈水扁拼命用政治的口号来掩护他的无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台湾怎么样的靠边站 总统四次 以经理自称 2000年5月20号 陈水扁从李登辉的手中接下了硬性 成为台湾领导人 这是台湾首次的政党轮替 陈水扁深知 出掌政权他必须小心谨慎 本人保证在任期之内 无会宣布独立 无会更改国 无会推动两国论路线 无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统 也没有位置国统肛兵 以国统会的问题 那我们也必须承认就是说民进党在执政之前 我们常常被攻击的重点就是说 如果民进党执政 两岸就会打起来 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 那时候是一个国民党对我们一直伤害的重点 一直让我们没有办法 多获得中间选民认同的一个关键 所以当选之后自然是要去处理 过去这些人的这些游行 陈水扁四不一没有的宣誓 让台独基本教育派感到失望 不觉得说怎么这样 怎么一上去就讲四不一没有 那我们不是要台湾独立吗 那你怎么就不说了 就失望啊 那也某一种程度刻意疏离台独主张者支持者 他疏离他们 不愿跟他们太接近 他说他要走抢进中间路线 你这个骗子党 你说骗我说你要台独 结果你执政了 根本不跟我玩这一道 你太过分了 2000年3月18号 败选的国民党党部前 聚集了失望的民众 这场抗争虽然是针对李登辉而来 但是对刚拿下执政权的陈水扁而言 无疑是埋下了不安的因子 威权统治 一旦熔断政权 超过半世纪 我说一旦选举失败 我们就是胜选了 我们唯恐 这个社会会动荡 陈水扁的当选 是建立在连战与宋楚瑜分裂的基础上 连宋相加的得票数远超过陈水扁 为了削弱反扁力量 此时陈水扁必须要释放政治诚意 最佳格魁人显示 唐辉先生 他要选择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人物 来去证明他走的 不管那么心中路线 心中间路线也好什么东西 他只要找一个人来证明这件事情 唐辉刚好去 当然我们开始听到唐辉这有点错愕 但后来你想一想 唐辉的确是具有这样的特质 就是说 第一个唐辉并不激进 他虽然是军人 但就还有他军人身份和外省身份 这是泛兰最核心的身份 军人跟外省 当我都愿意用一个外省军人 来担问我的隔魁的时候 基本上就化解了 这个泛兰很多的 对这个政权的不安 事实上 唐辉并不是台湾第一个军人出身的行政院长 在李登辉出掌政权的时期 就任用军事强人郝伯村担任行政院长 顺势接掌军权 稳住政治势力 17年前 刚接下政权的李登辉 同样的以安抚蒋家仪留下来的势力 为首要工作 自欲为李登辉接班人的陈水扁 有着李登辉执政的影子 唐辉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想法 那确实跟当初李登辉用郝伯村 几乎是同样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陈水扁认为 这个时候责用这个唐飞 对于他面对外省人 面对军中的长期受党国教育的人 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名事 名事就是我阿扁是善意的 事实上一路受国民党栽培的李登辉 捍卫美丽岛事件辩护 而踏入政坛的陈水扁 两人的政治路途原本是没有交集的 陈水扁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在国会咨询不是非常犀利吗 那有一天这个曾文慧女士在家看电视 就看到阿扁咨询 就说这阿扁不错 所以那时候从那个时候 李登辉跟曾文慧就注意到这个陈水扁 在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 他面对了台北市长陈水扁 第一个反对党的远务 当选首都的市长 他心中是有相当部分的一个 疼惜的一个心情 那那个时候他跟阿扁其实 这个没有什么私交 那但是他这个也很善意的 这个有几次请这个陈水扁 到官邸来吃饭 那李登辉这个曾经公开说 这个的一个笑话就是 喝酒没喝两杯 阿扁就醉倒了 阿扁不仅醉了 还当场吐了 吐了这个那个 整个那个围着 围着这个餐厅都都弄脏了 当上台北市长的陈水扁 开始和李登辉有了来往 但是分属不同的政党 遇到选举 两人为了政党利益 关系紧张 陈水扁不仅醉倒了 这时候才做一路 我们的总统啦 李登辉已经到天头了 所以常常说小威 陈水扁不仅醉倒了 陈水扁不仅醉倒了 黑烟啦 台湾本土派人士将李登辉视为精神领袖 民进党的支持者也有着浓厚的李登辉情节 陈瑞缅曾经在2000年大选时自誉为李登辉路线的继承者 吸收本土选票 以过去李总统所从事的这些改革路线 确实已经碰到这一个瓶颈 谁能够渡过所谓的耶旦河 当然不是摩西可能是耶稣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耶稣亚也是延续摩西的路线 而不是要操卫他 当时以国民党党主席身份 呼选连战的李登辉 必须要和陈水扁划清界限 李登辉是我的感伯伯 道士兰你说话 我在想到实在说话 跑得很疼的 不然有这个事情发生过 我们的忽然感觉 我觉得刚好就走出来 李扁两人的摩擦 因为李登辉离开了国民党 而有了转折 特别是李登辉筹主的台湾团结联盟 在2001年底的立委选举中 得到了8%的选票 当他被国民党踢出去之后 他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部队 那这个部队就是台联 你现在想想看 如果他没有台联 李登辉今天的处境会多悲惨 他今天对他所有的质疑 就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 可以替他出来讲话 即使陈水扁结合李登辉的势力 但是在台湾立法院中的席次 还是抵不过国民党和清明党 使得陈水扁的施政 只能够狼腔行走 2000年赢得台湾大选 对当时14岁的民进党而言 虽然喜悦 但是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 李登辉都是一群骑马打仗 所以马上可以打天下 马上可以自天下 都是法律系的人才 都是这个这个这个 法政人才 政治系的人才一堆 其他人才在哪里 一个是量的不足 一个是值的不够 那我所谓的人才荒呢 这两个都有 因为国民党执政了五十几年 他们培养出很多优秀的政务官 你说要财经的 要外交的 要军事的 大家都抢破头了 只怕没有升官的管道 但民进党不一样 民进党最多只是党内 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政治性格非常强 党性很强 民进党都是朝野出身 然后民意代表很多 但是他们没有培养过行政首长 所以阿扁在台北市长任内 小内阁他还可以 就拼装一下 废除和四是民进党成奇的理念 出身于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唐飞 对于民进党的政党主张并不熟悉 当民进党提出了废除第四座核能发电厂 唐飞因为理念不符而下台 他是从国民党出身的 那他为陈水边所用 但是蓝军这边没有太为难他 可是用了之后 反而是他对民进党政府执政下面 他是有一些不习惯的地方 所以他后来就发了几次政治病 就是说他以他生病为由 生病住院为由 身体不适合再续任这个理由 然后提出辞呈 所以他在行政院院长内 只做了三个月就下来了 第一位民进党籍的行政院长张俊雄 上任后不久就宣布停建核四 核电厂的安全 不只是经济问题 是两千三百万条生命的问题 不见核四 不会缺电 在张俊雄宣布停建核四之前 陈水边震撼国民党主席连战会面 我们能够应邀到总统府 我想感到非常的感谢 也非常肯定总统这样子的一个邀请 两千年的十月二十七号 连战跟陈水边会面 那一次的连联会非常的 扁连会非常的重要 那次扁连会完了之后 接着在连战还没有踏入国民党中央 就离开总统府 还没有踏入国民党中央的时候 行政院宣布停建核四 而连战在跟陈水边见面的时候 还在建议说这个核四是不可以停建 然后陈水边说这个 愿意这个好好的考虑等等的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在政治上面来讲 都形容说那是陈水边打了连战一个耳光 比较高伙法的一切 转型下子 就转型中央 走上来 秋似火 走上来 走上来 放下来 进去 有三分之一他从外面找来的 是要装点门面的所谓清流共治形象 那第三个就是摆自己人 所以四辅小内阁也好 或者他辅选的大将 或者说未来对他选战 跟他民进党的一些老的党友 喊出政党轮替的陈水扁 掌权之初 首先进行内阁人士全面轮替 紧接着他必须要进行经济轮替 大幅撤换国民党时代的人马 被形容为全面绿化 你的用法就是 这块是个肥羊 我就派我自己的人去接收他 管我自己的人对这个肥羊 他熟不熟悉 他知不知道怎么养这只羊 他知不知道该给羊吃什么饲料 我管他 他反正是养猪的 也给他去养羊 他是养鸡的 给他去养羊 只要是我的人就好 我觉得他的绿化 跟以前国民党时代的兰化 彻底的一个不同 就是我讲四个字 没有节制 在进行政治和经济轮替的同时 陈水扁也在文化层面上扎根 大量的推广台湾本土文化 大量的推广台湾本土文化 陈水扁也在文化层面上扎根 陈水扁也在文化层面上扎根 肩负起实行本土文化的重担 每一个人他最终的这个价值观必须要把台湾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那这个价值观如果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我认为我们在我们14年执政的时候最大的痛苦就是这样子 民进党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 一步一步地实现本土文化的理念 但是在这些出掌兵服的新面孔里 却和旧有的官僚机制产生了摩擦 在行政机关 以及在所有的公园里边 难免还有不少的人 心存官僚的心态 那什么叫做行政部门的官僚心态 那就是抱着一种所谓的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我们这四年光是把观念改变就非常的困难 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还在后面 那我们这个观念的改变是 就如同说要让公务人员跟我们合作 这是何等困难的工作 虽然民进党急于改变国民党时代的官僚文化 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仍然有一段差距 对于曾经和民进党一起走上街头的社会运动者来说 民进党上任后的作为并不符合他们的期待 民进党执政有个好处 大家慢慢把真相看清楚 原来在看清楚民进党这个党的阶级属性是什么 民进党执政之后戳破了过去 认为民进党是台湾弱势族群出入了这样一个幻想 那现在刚好到了一个进退维谷 要不要跟他们断了 有人对民进党失望 但也有另一批人热情地支持陈水扁 这些群众正是陈水扁2004年大选的最坚固的铁票 大湾人啊 那叫大湾力啊 那这个总统给你心灵的 出这位大戏 大家就爱你了 当蒋介石开始主持所谓北伐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要打倒北方的军阀政权 结果打倒没有 打倒了 可是流传了八个字的口号 就是军事北伐政治南伐 就是军事上你们推翻了军阀 可是在政治上军阀推翻了你们 这话怎么讲呢 就是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以后 他必须依靠一个官僚集团来帮他统治 为什么 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 台湾的陈水扁当了所谓中华民国总统以后 他要依靠国民党所留下的官僚集团帮他统治 结果很快的陈水扁就国民党化 民进党也国民党化 甚至堕落的速度比国民党还国民党 这就是我们亲眼看到 亲身感受到这四年来 陈水扁做了所谓中华民国总统所带给我们的祸害 至于说陈水扁有没有优点呢 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发现台湾白色恐怖不是那么强了 那种真正的迫害不是那么强了 可是呢发生了绿色恐怖的迫害 绿色恐怖的迫害就是在经济上打压了整个的台湾人 使大家前途没有光明 亲民把保护选择拉来跟你同样平起平坐的位置上 他们这点是做得最漂亮的 阿扁他从上任的第一天 你要去说他在选举的嘛 其实我觉得一点都没错 他上任之初呢 他会利用那种行政院的预算 去办很多以前广场的一些活动 他可以把屏东的养殖医院 搬到台北的这个福田广场去展示 或是把哪一个县市的农育业的产品 农育产品搬到那个圆游会 然后把地方的乡亲 用游览车拉到总统府这边来参观 那他这个是周围故事 1979年台湾的党外人士 在南台湾的高雄 以维护人权的基本诉求 发动集会游行 遭到了当时的蒋经国政权逮捕 这些党外的核心干部 最后以叛乱罪起诉 当时已经担任律师六年的陈水扁 受到妻子吴淑珍的鼓励 为美丽岛事件辩护 陈水扁从此踏入政府 阿兵总统那个时候 事实上当初他也是一个成员而已 在比较好在那个辩护团里面成员 而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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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推轮椅是陈水扁和吴书珍之间的互动模式 但是也成为台湾政坛接近权力的象征 推轮椅在第一家庭也变成一个重要的权力象征 也就是说你跟第一家庭关系的深浅厚薄 就看你能不能推到轮椅 你能够推到轮椅代表你的关系非常深厚 那现在有一个立委 就是过去正义连线的立委 他过去是非常争取要去推吴书珍的轮椅 他甚至会把别人推开去推吴书珍的轮椅 来证明他跟陈水扁关系的深厚 出生于台南县关田乡的陈水扁 父亲是电农 从小学一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台大 大三那年取得律师执照 成为当时台湾最年轻的律师 这样看似平凡的背景 反倒成为陈水扁拉近于选民距离的有力诉求 一般台湾的老百姓觉得他很像他们邻家的小孩 选择的小孩很会读书 然后读完书以后现在很有成就 讲话稍微土土的 那时候就是流行到他 就是台湾走到一个 他就是喜欢这种土味 就是喜欢扁这种名字 就喜欢国语讲不标准 在早几年也许不行 但那个时候就刚好到这个时候 他就喜欢他 就是你的台湾意识慢慢起来 他有他一定的背景 1987年陈水扁当选立法委员 陈水扁强烈的问政风格 让他成为当时台湾知名的政治明星 他唯一的兴趣的东西就是选举 那在这个地方你就很难跟他比你知道吗 就在立法院里头30个助理 那我们只有4到6个 这个法律规定政府就给你4到6个助理 他30个很多财团帮助他 所以他那个撒的面很广 每个助理到各自委员会去登记 他没有到以前先登记 然后等他到立刻可以上台可以知道什么 陈水扁踏入政坛24年来 汇聚了群众的目光 也在民进党一路的培植下 成为新一代本土选民的代言人 优优独播剧场——《北京的未来》 《北京的未来》 冬播剧场——《北京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水扁的两岸政策和他的选举语言一样令人莫不辞结 也愿意邀请他们到申请茶坊来喝茶来谈天 我们台湾是一个主权动力的国家 陈总统的做总统是很难 他是在两个反台独的跟台独的之间 拉锯 这个拉锯全部在他身上 他必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理论 对他来说是每天的生活 每天他都被拉锯 陈水扁前后不一的两岸用语 让外界看不清他的两岸路线 阿扁的问题是不知道 因为他太不可测 太不确定 所以包括老美现在问了 What's the next 你下面要干什么 没有人知道 你讲的话也不可信 你讲话随时可以变 所以没人知道讲实话 搞不好他自己也不知道 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事实上最早挑起两岸关系 敏感神经的是李登辉 1999年 李登辉在任其届满的前一年 发表了所谓的两国论 1991年修训以来 已经将两岸关系定位 在国家与国家 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 这个两国论是蔡英文他们研究 在总统府这个国家安全会议底下 几个咨询委员 包括蔡英文在里面 他们研究了之后加进去 李总统那天在讲话的时候 才拿出稿子来 不但是外交部长不知道 当时外交部长胡志强 新闻局长苏琪也不知道 两个人都不知道 苏琪当时是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 新闻局长就是诊戒人 他们都不知道 李登辉在台湾执政12年 虽然曾经高举统一的口号 但是却在执政后期 逐渐显露出他的企图 他这个对于独立的表达是渐进式的 越到后期 这种意念越强烈 甚至急迫感越大 这是特殊国与国关系 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那个时候他距离要卸任 已经没有多少时日 然而李登辉对两国论的盘算 并不如预期 李登辉他知道 他的那个 这次的操作是 这个实际落实上是没有成功的 但是他还是认为 讲出来 这个会有影响 那当然有负面影响 但是他认为绝对有正面的影响 那他认为这也是对他这个卸任前 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两国论的论述 随着李登辉的政权而结束 2002年 陈水扁在世界台湾人展望会中 发表类似两国论的一边一国说法 阿扁他在这方面的 路线的延续上 有他这个民进党多年来的一个 创党的一个传统 那倒并不全然是来自李登辉 只是说他们在这方面的信念上 是同路人 在这两个人之间 我觉得有一点像父子关系 他们的确到今天 老实讲 一个正在辞职壮年 持家的儿子 对一个已经退休的爸爸 有时候也会有意见 也会有意见 这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 紧张中间带有和谐 和谐中间带有一些 好像不安的意思 历经两国论的缠变 一边一国的论述 在台湾内部并没有产生 如同两国论的剧烈风暴 反而成了选举时 重要的政治宣誓 一边一国没有什么问题 那为什么以前不讲呢 为什么一年多前还要批评阿扁呢 还要火定呢 还要扭曲呢 还要恐恶呢 所以这一支银哥也算不错 总算协会啦 逃出一边一国的说辞 陈水扁不断地探测两岸的底线 冲撞对外的空间 陈水扁执政四年 不断地挑起两岸的矛盾 但这却提供了他的对手连战 最佳的选举攻击点 四年前落败的连战 正准备放手一搏 扳回局势 从日本统治台湾以来 从美国人要控制台湾以来 就有一个声音叫做台湾独立 这个声音呢 一直在发龙思长 到今天为止 在台湾的人口里面 大概有30%左右的人 希望并且相信台湾可以独立 政治人物要掌握这30%的票源 就要跟着呼风唤雨搞台湾独立 所以李登辉在做总统的时候 他可以连续12年的提倡 中国要统一 可是当他下台以后 很快就转型要搞台湾独立 当他在总统的尾声 那段时间里面 他提出来两国论 就是两国论 台湾一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 立刻被美国人打压 所以两国论提出来五天 就被压下去了 他跟美国人说 这是我个人意见 我们不会修改宪法 可是陈水扁上来以后呢 他又提倡了一边一国论 他为什么这样做 也是要抢着30%的票源 可是跟李登辉一样 他也不敢修改宪法 结论呢 是一个骗局 明天同一时间 请收看凤凰大视野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台湾的所谓总统选举 最后是什么模样 接下来为各位播出 飞沙集团合牌特约 天地人和